謝謝大家 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兩個講解 第一個的話是在講修更 所以我想 我想我就把它按照三個點來講 第一個我們就是先看一下修更的原因 然後他的修更的結果 然後之後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下說 修更到現在為止的狀況來源 那我講一段如果都會覺得要補充的地方 好 再一次再一個詳細一點 好 那這個修更的話大概是 我們大概是從84年開始 那會就推動開始修更 那我們都知道修更原因的話 上次有提到說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生產過剩 這樣是美國的那些麵粉賣的金牌 所以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要應付美國他們的傾銷 所以我們的道理必須要監柴 那我直接對我小朋友就是請農人收更 那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那個時候要發展工業 那工業的話是很需要水源的 所以其實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工業要搶水 那所以就是剛好就趁著這個時候就搶後農人收更 把那個水審給工業來用 那這邊的工號室分裡面 他有提到一個一個令人名很相信的例子 就是在講那個吉吉蘭文宴 那因為這一段的話大概是在課本的第263頁 後面開始 那這吉吉蘭文宴的話主要是他 在一個263的最後三行這裡有講到 他說我們在263的倒數第二行那裡可以看到 他說從南口的佐水溪上游 從這裡開始了 這是吉吉蘭文宴 然後我們翻過來後來他會說 然後大概徵收掉了72公頃的私有地 他用掉500公頃的工友林地和川地 然後鋪設了大概89公里的這個水泥渠道直達雲林海口 那這個很明顯其實就是專門給六清送水用 那六清它是一個離島工業區 那當初的話也是政府天海造路 然後用很便宜的價錢賣給台宿 然後這個也是專門為他們 就是花工糖然後為他們飲水 那一樣工業用水也是很便宜的賣給台宿 96元 美瓶96元 什麼叫美瓶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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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在264頁的第四行這一段 也是非常非常諷刺的 他當初說集集藍河業我們花那麼多錢來蓋 是第一個要增加新水源 那其實他只是用 他只是攔住 桌水器上游的水 哪來新水源呢 所以這真的是 是一個很大的謊言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減款地層下限 那其實並沒有 然後再來第三個穩定農業關蓋水源 他直接告訴你 變效 對 然後接下來節省渠道的維修費 啊你蓋新的 花更多錢啊不是嗎 所以下面還有一個也很諷刺 他說可以增進防洪功能 減少生命財產損失 就是還有下面是什麼 改善農業生產環境 促進地方產業升級發展 所以這些莫名其妙的這些空話出來 那可是他最後告訴你 對 這一些的端出來的牛肉當中 只有一塊是真的 那就是最後這個 給雲林利道工業區的用水 那這裡值得就是台塑六青 對 那 極西藍河眼的話 到現在 到大概 兩年前那時候 國光十華島新界 那所以 他的位置的話 剛好會在六青的上面一點點 就變成佐水溪的上 南北兩岸 六青在佐水溪南岸 那如果 國光十華那時候 蓋子的話就會在北岸 所以就是 這兩大就會雄距我們的 第一條河這樣子 那那時候 為了國光十華 極西藍河眼的水已經不夠用了 所以那時候是說要在 另外一條那個台中的烏溪 又要再用一個 弄一個什麼 弄一個什麼東西 反正又要去引烏溪的水來到 國光十華那裡 那不過還好說國光十華當時是 有喊咖的 那不過最近這幾天好像他又 陰魂不散的 所以要在台中港 那時候要蓋在台中的 對對對 這兩天 那我就想說 藉絲環魂 我覺得不可能 代成啊 之前不是說是新加坡嗎 現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被馬來西亞打回來 所以可見這個產業是 已經被 連人家都不願意 連人家東南亞都不願意 連人家都不願意 他們好像沒那麼高 我不願意了 對 那時候又一次 當我兒童謀 跟那個 有跑去馬來西亞 知道 他們 通風報信 那個才知道 不是 跑去幫他們支援 還沒請進他們 對對對 還沒請到 被請到請 請進去 然後回來之後 然後換在邊 把空間都趕回來 能收不回來投資了嗎 其實前兩天好像又有一個 那個是誰啊 就是說我們的經濟發展商 會碰到環保槍 就會沒機會 所以就現在他們就覺得說 那那個環評會的這個結論 就是環評會的權力好像太大了 怎麼可以讓環評會說 我必打回票 你這個案子真的要卡票 所以他們現在有想說 然後把這個環評的權力收回來 到排法單位置了 那就變成說是主人間才排 這兩天有在想什麼事情 有啦 後來就是環保環評又去買了 還不知道 現在就是什麼都 對就是一整個讓人家 什麼都 好像已經不是溫水族 就直接給你丟進溫波 對 他們就直接跑到行政院前面 然後一個人就是戴馬英九的面具 馬英九在那邊喊環保治國的時候 旁邊三個就是什麼 經濟部啊 環保署啊 這個江儀化 就戴那面具 然後拿那個蒼蠅拍砸他的臉這樣 就直接打臉啊 就他的手就在那邊搞這些 行動劇啊 對 對 所以 這是 好 這是我認為說 休耕的話大概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原因啦 然後 如果說是後果的話 這邊倒是 課本裡面沒有特別提到 不過我覺得 我自己想到的是說 第一個你休耕的話 直接就影響到說 那你的糧食到底從哪裡來 那之前的話就是美國嗎 一直進口 那可是現在的話 現在我們會有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 比如說 氣候變化這麼大 那 比如說澳洲啊 它旱災 所以麵粉減產 炒賣減產 那我們的麵 現在大家又吃麵包 所以就馬上就 漲漲 對 然後這是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的話 我是看這個 馮明輝老師的書裡面 他也聽到說 現在油價什麼 油價實有的話 應該越來越貴 所以我們在之後 我們也沒有辦法 付那麼多運費 去買這些糧食來進口 那 現在的話 糧食其實應該是 應該是缺乏的 因為它很不平均嘛 那所以 在這些天災 然後油又貴 然後糧食 可能也不夠的情況下 以後 有沒有國家願意 出口糧食給我們 所以這是 第一個我想要是說 那我的糧食自己率 已經很低了 我最近看到一份好像說 我們已經是 亞洲這些以太法國家最低的 是幾乎 三成 只有三成 那日本好像 日本跟韓國都有四成多 日本跟韓國都有四成多 日本跟韓國有四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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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 那個 農業應該是算在 它不是農業 其實它是算國藩農業 其實它是算國藩農業 尤其是台灣 它是海島 那我們跟對岸還是 不對的狀態 萬一 不是說人家要不要出口 萬一它要出口被封鎖了 那時候1995飛彈危機 我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它丟飛彈過來 它不落在你那個 它只是威脅 落在海裡面 所有的船機都不敢過 誰 誰 我不曉得我們世界上 連正式友邦都沒有 那隱藏友邦有沒有 能不能像柏林圍場被封鎖 柏林是在 會在東國 有沒有哪一個人會空投 每天一架飛機 牛奶耶 它牛奶 它運牛奶給柏林市的那個 就是嬰兒喝 西柏林 對 它整個柏林市在東國 那柏林圍場 柏林圍場 蓋起來 我們有沒有盟友 不管是明的或暗的 能夠每天一架飛機 所以德國到現在還是很感謝美國 那台灣有沒有這種 國際上有沒有所謂的朋友 不知道 因為台灣是一個海洋 大家不要忘記它不是大陸 對 所以應該是把農業等同於國防工 如果人都沒得吃怎麼打仗 我們先不要講武器 謝謝老師 所以就是 對啊 所以我們到底農業 接下來 能不能還有發展的空間 到底又要怎麼去發展 這是一個 我想到說休耕這麼久了 那怎麼辦咧 然後第二個我想到就是說 呃 因為一直休耕的話 這個對地力其實是 不是一種浪費啦 你的土地久了沒工作 其實你要在工作的話是 它的地力可能都沒有那麼肥沃了 所以 對這樣子 荒廢掉的土地 可能大家對它的 價值感吧 是會不一樣的 可能大家就覺得說 這就是 這就是沒有價值的東西吧 我再猜會不會這樣 所以 人跟土地之間的理解 是不是就會越來越薄弱 對 這是我看這個章節 我有時候想到 休耕的原因跟 目前看到的結果 呃 然後 最近的話我看了一些那個 呃 關於休耕補助的一些 一些狀況 然後 嗯 剛剛提到就是 從84年開始的時候 就開始推動文修嘛 那一直到97年的時候 1997年的時候 1997年的時候 就已經全島都有 可以領袖跟補助的 那時候我在想 是不是 那時候是因為那個WTO的關係 我沒有查它確切的那個時間 可是我也想到 是不是就是為了要 接續那個WTO 所以就是 那個時候就一直在推 然後我查到說 它那個 領袖跟補助的價 價錢 現在的話是 1公斤 然後 一期的話可以補助 4萬5 然後 兩期的話就是9萬 然後這期的話意思是說 你稻田的話大概是 春天跟秋天 嗯 各做一次 然後 冬天的時候就是種蔬菜 所以這樣種的話 就是 一年可以算三期 它領那個 休耕的話就是 一年可以領到兩期 可是休耕補助總是9萬 所以它休耕是有條件 就是說你 你休耕可是你要種綠肥 嗯 嘿 所以你扣掉那些錢的話 種綠肥有什麼錢的話 就是說你的 你 你 你 脫掉那些支出的話 大概還可以領個 領個 10 大概是6到8萬左右 一年啊 嗯 一公斤大概可以 一公斤 一公斤差不多是一家公斤 那是要怎麼錢 對啊 這樣一個月來五千 啊 基本上農民本來的 因為收入只能夠 很低 很低 就像種你也種不了多少 它就種綠肥 就是也不用怎麼管 啊但是它可以去做其他事 但是它可以領錢 嗯 所以現在 現在就是年輕的 那個 年輕 想青年回鄉 就是找不到田租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它現在是一年兩期的補助啊 變成說你的租金一定一年要 要高於它那個補助 要高過它那個補助的收入 除非那個老農它自己是有概念說 他希望土地持續有這個耕種 所以就是說現在那個年輕人如果要 要回去耕田的話 那不過我們的農委會 倒是有提出一個叫做 小地主大電龍的計畫 然後它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 讓這些 提出來說它會去找 這些 有時候跟補助的農民喔 那特別很多會是一些老們嘛 那其實他們也是希望 他們的田地可以有人繼續跟蹤 那他們會去找 這些人的責任 然後再去找一批 找一批願意跟蹤的民心 讓他們來成功這樣 可那個政策好像 那個政策好像沒有用到 因為它是大電農 所以它的對象會是在 企業主 因為它它希望是 大電農 它希望是大面積的栽種這樣子的政策 所以青年返鄉 它反而沒有辦法搭上這個 這個小地主大電農的政策 這個政策不是 在那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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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現在 老農會有那個 舊的 因為375減租的問題 所以它會不願意把這個 土地租給 那個大地主的問題 因為 因為 在那個 台灣的歷史記憶裡面 裡面 有很多人 有很多 375減租 所以 那個記憶來講 就是說 要讓 擁有農地的人 跟 擁有那個 意願的人 合作 變成一種危險關係 人家 法輪人家 要招出這些東西出來 那個土地 減掉了 它會更好 所以 最近那個 上下游也是有一篇文章出來 說 為什麼 勞農不敢 就是 租地給年輕的農夫 因為 它第一個也是 政府雖然有這個政策 但是政府政策 常常在改 他們對政策也感到 也不知道 你今天定這個政策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變 因為像 小地主大電農 聽說 我不知道是看出來怎樣 好像 七月就暫停了 推行三年 今年七月就暫停了 目前 後續會怎樣也不知道 所以上一次那個 農夫小健健 才會PO那一篇出來 就是 他們一定要 地夠大 那個 收入 收入才會跟支出可能稍稍打拼 嗯 這部分可能你可以講多一點喔 你不是美容上過那個什麼嗎 那個 那個是 有講啦 但是 欸 沒有就是後來自己再多看那個 上下游新聞事情 因為在美容講的那個 主要是農事體驗啦 就下去 拔 拔夜店 真的講到農的這一塊 比較 跟上下游新聞事集 他那個 直接創辦人來講 那個比較有關係 就很多訊息 都從 就是看獨立媒體出來 嗯 然後他也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政府定的政策啊 下面農會沒有在裡面 就是上面講一套 下面農會跟你講另外一套 就是像 大哥剛剛講的那些三七五建築 就是 很多老農夫就是很怕地都出去之後 農保就沒了 他兒子女兒也跟他說 你不要地全部租出去 這樣 啊其實是 租出去 照理來講 按照制度來講 應該是還會有農保的 但是就連 地方的農會都跟他們說 你不要地全部租出去 所以是他們自己 法律不是很懂 還是他們 故意要誤擋 沒有啊 這不是法律懂不懂啊 你今天法律這樣定啊 但是政策一改 法律又變 他們又措手不及 所以 你 他們就是 就是 大家都不穩定的狀態這樣 性格感動問題 對